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多地之后,欧洲多国时好爆发大规模抗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报复袭击。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瓦兹拉夫广场中央,数百名民众手举写有遭袭城市名字的十字架和象征着防御空袭的雨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攻击,并要求国际社会为乌方提供更多支持。 与此同时,在俄罗斯驻捷克大使馆前,抗议者们举行了一场假公投,要求吞并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以此讽刺俄罗斯单方面宣布占领顿涅茨克、卢干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众多乌克兰难民和当地民众聚集在俄罗斯大使馆附近,高喊批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口号,有些人悲愤流泪。 一名来自基辅的乌克兰难民表示,预计到俄方会对克里米亚大桥袭击事件采取报复行动,但没想到规模如此之大。 波兰首都华沙也爆发了多达两千人的大规模示威,民众激烈抗议俄罗斯杀害无辜平民,要求将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乌克兰驻罗马尼亚大使普罗克·普丘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已经展示出了强硬立场,因此乌方也拒绝与现任俄方领导人谈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